佩玲,你知道嗎 看到前面兩個跳舞說 糟糕了,今天只是... 只有我唱慢歌 唱慢歌,沒關係 這是歌唱比賽嘛 對 他想不開了嘛 玉蓋,你唱 你唱得滿感動 但裡面歌詞知道什麼意思嗎 還是都不是... 只是罩杯而已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要唱這首歌呢 因為我從那一次唱歌 發現說 然後我就想要 把這首歌 把慢歌的獻給我阿公跟阿嬤 黃敬良老師,請 這個歌本身唱起來 那個味道真的很重要 比如說 打對情操 一直都OK 還是你是會有比較斷絕的 打對情操 所以就變成 你的這個情緒會影響 聽歌的人 就是說你要讓它在眠 再柔情一點 那這些斷句 盡量把它修飾掉 當然我覺得這個 歌的深度跟難度 當然對你來說 會挑戰性比較高 那我覺得你勇於嘗試 真的很好 建立自己的信心會更好 好不好 好,加油 謝謝老師 林陸璇老師,請 十一歲來唱這個歌 當然就是會顯得好像 不見得也可以很了解裡面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有個三步驟 第一步驟 你先懂內容 在講什麼 第二個 用念的 第三步驟 再用唱的 我們用第一句來做舉例 樂隊前奏語經詳細 你懂這個意思嗎 像剛剛你在唱的時候 其實你看孔孔老師 他一起來 是不是就在講這個 所以你懂這個意思 第二次 然後再來第二步驟 你把它唸一次給我聽 再一次 再一次 還有一遍 很好 再講一次 好,輕唱 對不對 這樣子就會聽得出 喔,你 把你要講的意思傳達 因為我們很怕唱歌 很多人唱歌很好 可是他就是 你會覺得他不知道在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在唱內容 他只有把音符唱出來 音符唱出來沒有內容 就打動不了人 OK,加油 謝謝老師 不要理解才能唱這個歌 不過他們的年齡 我們不能要求這麼多 對,也太難理解了 是,所以他們現在 模仿成分多嘛 是 啊 吵落去 對 對 三位都表現很好 來,我們看佩玲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今天唯一一首慢歌的歌曲 分數來到87、88、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是多少 接近了 得到的分數是90.7分 些微的差距而已 對 所以我們劉沛淇90.5 要記上一張的黃牌 等於有兩張 沒有關係 還好我們青少年組有三個 三張,對不對 對 而且芷筠他的表現有時候會 比較不穩定 現在都越來越穩 到現在沒有拿一張黃牌耶 很棒耶 對 來,三位請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